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来,我们回场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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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17页 我们讲到这个教学品的17页倒数最后一行 那我们要谈之前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都稍微隔了一段时间 在跟大家提醒之前 我们之前谈了无常品 现在谈教学品 那教学品的整个核心在哪里? 就在它的第一句话里面 教学品则倒以所行 似己于岸而见到明 这个是整个教学品的核心精神 它的每一行 每一个品的第一行 这个都是一个核心的地方 那这个在教学当中 我们接着要谈之前 还是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 佛法的一个目标 我们当中乐意去求 但怎么个求法才能得到? 最近刚好也刚才一次 昨天 应该是昨天 昨天在讲一个保细经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 他也很用心 刚好要上课前 聊起来 他说 他年纪大概六十来岁 他说 最近人心的变化太大 他在处理很多事 跟他过去所面临的也变化很大 那 他也很想说 他现在 因为他比较晚一点出家 他很想 这段时间里 属于他该一些事情处理完以后 好好珍惜他 那也许剩下的就是十年的时间 那希望好好努力 他说 当然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就是 嗯 面临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 我们有多少能耐 来面对这种环境 然后自己不受影响 乃是所谓的弘法历生 那其实这种想法跟我也想 我们大家都有一样的一个心境 那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其实在面对实际修行 我们有时候把佛教啊 这种看法 宗教信仰啊 有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太 存在一种感性而已 存在一种感性而已 存一种感性 感性到我们可能 我 我常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昨天我就举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学佛 有时候到最后反而会 发觉 我们学来学去语言人被骗了 有没有可能? 有 有可能 有可能 反而有的人没有接触 他在这种苦当中 后来一个因缘 啊!我想焉离 因为苦逼迫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说 存在的是一个很具体的身心的感受 那只要到最后 他能因为这样的感受而愿意 放下对世间的执着 而相应的佛法 可能他这样 说不定有人这样跟他接引 那就往生了 那我们可能不是啊 我们在修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到山上去 好悠哉 的确也不真名不真理 有空泡杯都农茶 就算很便宜的 那也至少是以不世间相干扰 那这不一定是修行啊 你是在这种昏昏牢牢的世间里面啊 得到一个暂时可信得过 可安稳的地方 满足你的五蕴自作 而这个时间就这样 慌慌慌慌慌慌到最后 发觉竟然没有对质到我 反而被他 有大苦还可以解脱 因为大苦变小苦 反而信得过这个世间 我们看到很多修行是走到这里哦 然后我就 我觉得 我现在已经用功了 应该生死不会找到我 我现在已经在佛门用功了 我偶尔都有做早晚课 我也都念个佛 有空我也参加供修 照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因此反而懈怠了放松了 面对生死无常的现实跟残酷 不能真正面对他 结果大限一到 发觉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怎么都没保佑 是 都没保佑 因为你也没好好修怎么保佑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那到底修来修去竟然没保佑 那我们为什么要入佛门 那干脆去看电视看去玩 完成日子怎样过 我何苦来宅呢 所以我们讲说修学佛法要是不是很清楚 可能就这么一个假象的修学啊 这样假象的修学 让你误判了局势 误判了修行 结果就在这么一个你认为对的状况里面在修学 其实反而蒙蔽了 你看有 我们现在讲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医药 当然这个医药还是外行 我们有专家在有时候都不大好说 不过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有些病如果因为某些药把它盖住了病针 反而显不出来的时候会误判 反而有些是 我们有一个亲戚也是 他也是医生 他说如果那个救护车来了 病人还会叫了 那个就暂时放症 那个不会叫了赶快去救 因为他已经不会叫了 很坑坑危险 连叫都不会叫有问题 还会叫的那比较没问题 会痛好痛那个都还有问题 还可以 有些我们的药 假设有些药或是某些东西 因为他把某些病针给盖住了 结果反而不知道真正的问题 我们像肝 听说肝有时候 肝真正有问题的时候都已经大问题了 因为他也没什么 没有那个感觉去感受他的痛 所以等你真正有问题 大概已经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修行反而让我们讲 一个错误的修行 一个比较纯粹感性的修行 有时候让我们蒙蔽了 面对生死现实的这种 这种直接考量 直接观察这种修行现实的这种 这种机会跟能力反而不见了 为什么你自以为是已经在修行了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说 今天面对到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 我处在这个环境 我说我们不是回避 在处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大家用一种想象的方式 即便佛教虽心 但贪嗔痴也没减 这没什么意思啊 那如果你不能面对这样 你也在这种环境当中 失去的绝招 结果到这里也相继堕落 所以应该把握这个时间 好用功 你有真实治疗自己的病的能耐的人 才有资格去讲座治别人的病 那要治自己的病 一定是实质上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烦恼的 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 再也不是一个笼统的存着一个感性 一种我带着好像重视一去欺负护唤的那种很勇猛的心 但从来不知道修行样子在哪里 这个我一直在强调的时候 看是容易啊 但真正掌握到修行要点的 其实以我来看不多 真的我以我认为不多 我们一般来讲 我就常举例的 我们重点是在照见五蕴皆公 但我们经常是以修行五蕴为一指处 你们不知道怎么听懂我讲 以修行的五蕴为一指处 并不是在照见五蕴 是执着五蕴 只是那个像是世间五蕴转为修行五蕴而已 没改变 然后就很用功啊 你看我现在 你看我这个都没有换 做得很好 你看我都没换 你看我多可爱 你看我都没有换 你们应该要赞叹我这样修哦 你们不赞叹我一定是你们白目 你有改叹什么 所以有时候不了解修行道理 我们难免会跳入境界里面 扯也扯不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学 我知道一条路可能岔开 你等你回头啊 他不知道是哪时候了 何年何月 那么无常到了以后 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一点工夫都没有 所以啊 还是你提早有些障碍刺激你 不管你有没有放下 能现在呢 我一直强调 修行也不是马上能放下 但至少知道你还没放下 能知道这一点 你就不会一直在那里拖 又不会在那里懈怠 然后自以为是说 我们才用功 这一点都看清楚 就比较好一点了 是不是 所以 在这种教学当中 岔以所行 是极余岸 能真正知道自己应该修学的是什么 至少核心的关键 因为像我这次在大陆上课 每次讲完课 有些学生啊 有的都很有道心 我一直很不忙我自己的烦恼 我怎么都克制不了 其实我知道 一有心的 有时候到最后就会 怎么都修不来 修老半天怎么毅然烦恼 我就跟他讲说 给自己一点空间 因为有时候也很难讲 讲了大家就 真的啊 那我只要他给自己小空间 那听我这句话就给人大空间 这要讲不讲都很难 可是实际上 修行要不要给你空间 要啊 你如果太急 有时候根本走不远啊 你绝对死是当劣士用了 七十三劣士啊 这没多久就是放个修行碑 是啦 过去曾经有人在这个修 那现在这个人在外面放了 已经不修了 为什么 太太理想化了 太不务实的修学啊 就像自责的章心讲的 不但他会弦会断 他还会生过失还会罪过的 他可能会让你断会命 所以修学当中 第一个 要给自己一种增长的空间 但这里面有一个条件 你知道你不足 我在上路 我在修 但我知道我现在做不到 但我知道我现在在修什么 我也知道这个不应该 但我一直很难 就像那个菩萨界里面啊 我很想修 我很想修 美修 起烦恼 起烦恼 想修 我从来没有放弃要修 可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突破过 这个很无范 你看菩萨界多慈悲啊 可是他重点就是说 你从来没有 你很苦 你很想修 但你煩恼嘛 但我就一直强调 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意义 我做不到 但我知道我做 当我能起抉择说 我现在做的是做的时候 其实你跟恶已经有距离了 我要你现在学会观察善跟恶 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给自己一点空间 我慢慢学 你能下多少功夫 下多少功夫 从你以得善上得欢喜 我的确有点在进步了 我已经有稍微在进步了 那我在这种进步当中 我在这种进步当中 我也看到我不足 但我因为我有进步 我有欢喜 所以我在我得的善的地方啊 我想要守护他 那我一步一步来 那我也知道恶 所以呢 因为你有善的鼓励 你会对善的坚持会更强 所以你要容许自己能慢慢来 那当你开始在观察说 这个是恶的时候 其实你跟恶已经有距离了 那你要修什么 随你多一分 对恶的对自 就有一分功德 你不要想全部灭掉 事实上也不大可能 好 在我们现在能不能来 但你开始在努力 所以我强调就是说 你对修学的整条路要很清楚 我现在位置放在哪里 我位置放在哪里 所以 我不要求一下子做到 因为这是从很多的修学经验里面 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讲很多 但实际上都做不到 做不到到最后反而失去的信心 好 我们现在开始一步一步一步这样上来 这个 这个就是 包括我们在面对人 也是给予很多机会的改进 那如果不行就不行 另外一个道理 这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有跟几位谈到一些修行的要理 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道理 那个藏传有一些教学的那种经验 很值得我们参考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去参加的是一个 心理学跟佛学的论坛 佛学跟心理学论坛 那有很多心理学跟心理智商师 如何两个交流 那这里面有一些佛教的立场 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来 那碰到一些修南传的 居士大德跟藏传的 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会后讨论 这里看他们那个修学我提供 他们那个打坐一次打几分 你知道吗? 十分钟 咦?十分钟? 十分钟不是刚上去就下来 对啊 不过每个人都不会障碍 所以修那个打坐十分钟从没有障碍 是不是?十分钟不会嘛 因为连打忘强都还没打就呛下来了 所以每个人都想给一次 那好 你就维持这种想法 最多到最后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就这样了 到你慢慢能享受于这个禅定的时候才加上来 他从不给你做那些没用的事 他不强调神定 他强调效果 我发现真的有用 十分钟 有的人说 我打坐很多妄想 我说 那十分钟会不会妄想? 嗯 还来不及 妄想就下来 好 你就做这个 那就这一点一点一点这样上 也不允许你贪多 它叫少量多餐 因为反正你现在消化不了 可是你要让你这十分钟你就欢欢喜喜的 一点挂癌都没有 你就好好去享受这十分钟 好 下来 那就满足了 我这十分钟真的也用功到了 那一段时间 这十分钟越来越纯熟了 才加个五分钟 那也别上来啊 那十五分钟都很 十都很好了 很好都很稳定了 再加二十 都很好 二十分都很熟了 二十五 才不会在那里打坐专心打妄想 因为人家不知道怎么打妄想 两个小时用功能没到十分钟 其他就是放异的想东想西 在此国会到他国 啊呀 毫无障碍 是 完了打坐完了 好累哦 因为纵容他东飞西飞 不是啊 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了 是不是这样做 可以不同方法 但他这个就是一个参考 他们的教学里面他也讲说 比如说他们一坐 上传有时候一坐是一个 等于一节啊 大概两个小时 他说啊 其实多也未必有用 有的人修了大概六节 等于是十二个小时 一天修十二个小时 那他再说 其实正常的话四节就好 以这种适合他 然后慢慢调调调调 调到一个程度以后 他说 就算你给他自由空间 他也自自然然享用功 他们强调是见识 那不像我们讲那个很勇猛啊 很勇猛啊 去当劣势那种的 所以他们很多要经过一个阶段 都必须要怎么样 都必须要 唉 唉 唉 磨练的 他们都有 像我认识那个年轻的 用功也到南庄山学 他们也都闭关过三年 好 他们闭关 他们到某个认定资格的时候 比如说,必须要到雪地里面 零下二十几度,衣服都把它沾湿,披上去 他们有练那个气,要让它干掉 干了又用湿,湿了再干 然后甚至要到墓墓里面去关什么? 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当然你不要腰瓣 要的人比鬼多,那就没意思了 当然就你一个,鬼要比你多才好 不但你不是怕,而是要观想祂来 观想所有这些非人来,甚至苦啃死你 你也欢喜舍抱 当然我们现在能关,对不对?现在这里可以关 关完了,好在没来,因为人比鬼多 可是你如果到墓墓去 尤其是藏人经常是天藏 就是骨头也在那边 以前台湾有几个比丘,我外公的名字 不用说老虎,不过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几个就到台北一个湖墓里面去修 我们现在,我们的湖墓不是有时候都有相片吗? 那个就精精彩了 奇怪,他有时候又在眨眼啊 他好像对我笑啊,还是怎么样? 这个有时候看久了,晚上就迷糊了,这个相片好像会动 刚开始大家都不动 因为就算怕,也要拼个面子吧 其他都还没走,我怎么可以走? 可是只要一走前流 这个都是比较恐怖 短时间都很好听 可是他们认为修行到一个阶段 你面对障碍,你有没有死心? 而不是说我看到鬼,我开始拾六支大民众跟他拼 不是,人家是什么?到这个阶段该舍抱舍抱 我们现在讲到,即使我们自己的修行有这样 我们要参考人家的修行的那种验证方法 我现在要强调一下 修行有些东西啊,不是光一位下去都不验证 那这个都是一套的教学认知 有些人啊,你根本没有好好学 观念都还没建立 你就急着修,修到最后 你走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那修的过程是不是应该要 也不是说一直懂 就像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先把大学整个读完 然后再开始生活吧 小学生就有小学生的生活的一些历练嘛 也就是说你该学该历练,该学该历练 是一段相互配合的一个修行的 修行配合的一个修行 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才能让你说 随时能不断的增上学习的 可是我们发觉现在人也难啊 要么很急 然后又有时候老实讲修行有修到最后变成一种不老实性 以为我这叫修行 我要问你,尚且不知道如何观察你的心念 观察你的妄想,你讲修行觉得自欺其人 我说实在,这是自欺其人 那图具一个形象 我最近在讲修学师弟论的时候就谈到这些问题,都是很明显的 出重的环练,上品环练,杀到淫荒 他是很明显的,可是他很容易处 中品环练到软品环练,就下品环练是难可截了,难可分析,难可知道,很难观察的 他就稳稳的在那里 你看不到,所以他不清楚,可是他反而很难修,他要久修才把习性取掉 像我们现在来讲,有的人啊,你看他的烦恼很赤胜 其实啊,其实他烦恼未必很稀啊,很烦恼,很弄钱啊 反而是我们慢慢修,修到最后,你甚至得禅定 你禅定当中有哪些烦恼,你可能不知道 这一个看似柔软,看似善的东西,隐藏的一种黏在上面的,看也不大清楚的那个 就好像说,人家说,不是烦恼小,是烦恼的那种 他就说,啊,我看 就像我刚到日本嘛,那时候我住在那个,本来有两位台湾的留学生里中住的地方 这个进去住 哦,有过章的啦 哦,我只能住手头,用那个进去,用到那个手头都坏,手都扶持 用了两个那个塑胶头都破,然后整个垃圾倒出去被人家抗议 那收你这家就好了,其他家就不要了 我只好把它分到病的社区,分别方 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啊,一大堆 那那个厕所这一庙,我以为那个厕所原来是黑色的 不小心有个东西掉下去说,原来是白的 所以当初我要入本庙,种东西,我以为那个黑的,我就是照刷 因为反正刷都是原来颜色,黑色的 后来才知道,用它留下来的那个菜刀去挖一片一片 原来的人家是白的 所以原来的黑色,你也用那刷子刷都是黑的,你也会以为刷干净 你因为以为它原来是黑色,就像黑条队那种 黏在一块的,黏在一块,你以为没脏 不是,人家原来是白的 那这个黑条队,黏定的那个章,能不能洗,可以洗得掉 很清楚,可是那个黏在上面的,你就反而洗不干净 那个烦恼必须要久修行,对不对 跟你的烦恼相远 所以你要不是真正了解生死的根源 烦恼解脱障碍轮回的种种因缘的话 像比如说我们了解,一切法皆不可读 那你现在在修学当中,凡有所肯定处 有所自作处,皆是颠倒处 你这个观念要是很清楚的话 你就不会在任何修行上发觉说 有哪个地方足以让我肯定 你只会不断的意志,会离于一切妄想颠倒 而不是在所得处,另得确定 我们的决定,这个慢就,慢心从哪里来 慢从可决定处,可肯定处生出来的 而这个东西是极为行,因为它跟你的善法相应 就是我们讲的 第六意识行善都还连动的第八识的 第七识的那个我只连动都没动 你就算第六意识无贪,第七的贪都还在 你看不到 这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我可以修行,我可以心量很大 可是我心量很大,谁在心量很大? 我,不对呢?有一个我,你就知道我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都是从学当中 所以我这次又到厦门去讲阿含经 这个观念你要是不大清楚 有时候我们修学就是一岔开了 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你必须要很清楚整个问题在哪里 整个修学的时候 你的核心关键在哪个地方 你看阿含经里面谈很多道理 你看很多人圣果,是不是在禅定里面主圣我? 我很少在经典看到是在禅定里面生活的 都是在一个直接开释当下 像那个虚生啊,一个进去要道法的虚生 他也去道法,他其实包括 他讲说,因为虚生他是小孩子要去道法 因为他外道,外道因为佛教兴盛了 就外道供养很少 他们就想要进去佛教去道法 道法以后希望用佛教的道理 然后去接受供养 所以我们像现在不是很多也在赶金灿 都是职业训练所出来的 这就是道法 他们为了供养啊 所以即便我们当中为了求供养而行一切教授也是道法 因为他修不让你拿去换,换供养的 是不是? 他都还带着道法的心哦 可是在佛跟他讲说,因以法 他就观说 有些比丘跟他讲说 我已经不受侯友了 屈生问他,你有没有出禅? 没有 恶啊 没有 更不要讲更高的禅 屈生一个外道者,他觉得他很聪明的说 哪有这样?又解脱又没有禅定 他认为一定要有禅定才解脱 那就问佛 我跟他讲 不问如知不知啊 先知法诸之后知虐凡之 那佛就问他说 那我问你 老死什么才有老死? 是不是要生才有老死? 如果没生有没有老死? 因为佛在问答就是说 随意答 我问你不用刻意回答 你不用扭曲你的想法,你就随意答 然后 屈生也依照佛所说引导 他就这样观察 有老死,老死是因为因生 生因何来?因为有 有因何来?观?观?到最后 正果得发现情 正果得发现情 就这样啊,那也没入定啊? 突然发现一切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当下方向?正果 嘿 小孩子啊 还要去找罢子啊? 当下动机只是他现前一念 那个道法恶念不见了 他就专注在佛法当中 所以他一旦正果 马上知道自己的过失 所以那个过失也不用人家举自己知道 所以在佛法当中很多东西是举 引起他的决心以便让他知道法 而不是啰哩啰嗦讲很多 他要是不觉也没什么用 他你看就这种心情 所以整个核心的东西 为什么要戒要从要定? 它其实用意是要让你建立这种最后的无肉质的一个生气因缘 如果这种建立都没有 你光在这种事件东西上来讲 就像那个宝极金友谈 你今天在戒在定怎么修 你要没有发菩提心大悲心跟着究竟的菩萨智慧 你决定不能做到什么 也就是无法成就无上菩提道 所以他认为菩萨道尊贵也是在这里的 就算你很多地方做好 你也不能成就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精情修学 核心的修行观念要不清楚 白忙一趟 所以说虚生认为应该要生定 我说不是 我说我跟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环绕? 我一断 他说我还没有断环绕 有没有得禅定? 没有 我问他 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些道理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环绕有没有断? 没有 对啊 你有没有 因为不是断 就是说你有没有像得禅定把环绕压下来 他说没有 但你的道理有没有心开意解? 有 对不对? 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在? 像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欢喜心开意解 我们是不是那个饮食欲还在? 只是现在还没到中午了 中午饮食欲就跑出来了 但我也没有断禅定 但我得 就像我不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吗? 有人骂你 那我总理知道他是骂别人的时候 我根本不用修禅定 也不用修戒 我就不会生气了 因为他骂别人跟我没关 所以整个佛法的教学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意义 我们也有要积极 像现在的人心量也小 尤其是菩萨道这条路 眼前自己的烦恼未对峙 就要开始发大心利益众生了 其实很难做到 我们现在没地方参丰露树 赶快盖个房子住吧 好赶快挖 你不用挖太深 因为急着住 然后就盖下来 那有些人他不在乎 他就说我没关系 我如何成就众生 成就成果是到 所以我的地基挖得很深 你盖好已经享受的时候 我还在挖地基 可是我日三大二生七节慢慢修 我跟上来了 我盖上去 我盖到101的时候 对方就想说 不公平啊 为什么我就这么一小千 你能不能大千 我说也很公平啊 你很早就享受了 我也都一直在盖啊 你只照顾你自己 你因为急着想要受用啊 因为苦啊 我想求产地 我想解脱啊 所以广大资粮 广大法的观察没做啊 所以你很快成就 你也安稳了 可是你也从此 他说那不公平啊 你一盈盈我这么一小千 那不然就打掉了 你就发地基啊 那不能说你地基又不发 要跟我一样 你盖上去那辈子竹竿而已啊 怎么样 那不能用 那你没地基 你的心愿也不大 你的智慧也不广 悲心不够 各方面都不弃主 所以像这种事情 当我们在参丰入世苦的时候 会想要盖101 怎么会想 所以没错 成就菩萨道乐本来就很少 眼光能看到那么严的 本来很少 大器业家本来也很少 我明天能赶快吃饱这药金 我还想去投资以后 千秋万事我都不匮乏 谁会想那么严 所以的确 成就了很多僧文匹之佛 难得才成就了一个佛 真如菩萨 好 这个给大家先了解我们这个方向 我们要看 开始看 无学有二 苍青多闻 安地解义 虽困不血啊 这个实在是 我发觉道理都不深啊 但如果拿来实际要 配合实际修行之后 每一样都是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道理啊 古询有二啊 长青多闻啊 安地解义 你要长青多闻 那为什么要长青多闻 当然现在有时候 越来越来越不容易啊 我们很希望长青多闻啊 长青尽善事多闻啊 但你要你先对啊 他说我要我要选 那我会选我就懂了 好 那我不选我会碰到有的时候碰到邪师 我也不知道如何 那这个怎么办 这是现实 那像我们来讲 一路上难道就每次碰到的正确 为什么 但那这样难道就没办法无路可走 我回头一看 我们一路上也没有碰到完全正确的啊 但极用你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很诚心的人 你在这中间 你会慢慢还是会过来的 不但会过来 你会过去你所碰到的不正法 你也会成为你修学正法的一种密身上缘 我们没办法马上抉择对 但我相信即使用你不断学习 你那一份像你活到 你那种亲近心啊 还是可以让你去抉择那些比较出众的不当的地方 还是可以的 你想想你实际在修学当中 是不是有些东西你未必你完全懂 但以有些地方 其实你已经也能决定了 是不是 你也很清楚 不恰当的 两些是对的 你也多少有些能力 不断在学当中 你也在上来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但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掌握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发觉 学佛难在哪里 难在一个 我们很多态度不大务实 不大务实 为什么不大务实 当然有时候这种不务实 也是被外面思思而非学弄混的 什么不务实 就是说我们现在 现在很多学法的地方 都是出现这种问题 已经其实严重的扭曲学活的种子了 尤其我们在比较多方面 在教学 不断教学 后学院的教学 务必要很谨慎 有的后学院的教学 非常有 要单纯 有的很复杂 给你好多的知见 培养什么 培养一个混乱的看法 就没有 啰哩啰嗦 像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有时候不谈这些 只问说 我常讲的 我不跟你问什么 哪一家哪一班 我想回家 你只要告诉我回家的路 反而这样的新的人修学后法 就容易就说 你讲那个太离谱了 我听到现在 当然我不敢说谁讲的对 可是经典这么说 大部分善知识这么说 你怎么讲成那一遍 明明像东 你讲成像西 也太离谱了吧 如果我真的想要回家 你跟我讲偏了 我就会感觉不当了 可是如果你个别学历 就感觉不出来 你没有把他那种 你那种修学的恳切性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会把他晃在一起比 所以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真的想回家 你跟我讲的路一定是会纳入 就是我的原来的方向感情调整 我不会完全茫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这个人里面的方向 已经跟你之前所学的背离 你怎么会感觉 因为你没有真的想回家吗 你如果真想回家 那我一世跟中方有没有冲突 像有些时候讲说 为是中方应该要分开 我说那是你讲好 我看所有为是中方 过去的大德 没有分开 都是你们现代人在搞的 无所侍卿 有没有火定龙圣菩萨 从来没有 他们没有 那我们现在讲说 哪一派怎么说 都是现在的男人 我从不得用这种态度去讲 我像比如说 有人问说 那其实中方跟宁火有没有 有啊 那中方跟为是有没有 有啊 我都放在一块的啊 像我来讲 不同的教学不能混乱 是因为山桥路数不同 我走的是山路 你走的是海路 我不能乱混 不要一下山路一下海路 人家这样跌在中间 但我知道这一每一条路都有一个 他从一开始的路的一个施作的山桥 跟准则 他的智慧往上南一标 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而且方法都是一元气法 所以我能学不同的法 来佐证我的修学 而不是灵 所以就算我学的很多 但都不妨碍 我把它回归到我的 实际上为了解脱生死 利益众生的这条路 你发觉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虽不一定马上处处碰到民事 但多方面的不难学习 你还是进步的 你唯有你自己修学 也被这些花样给带出去了 然后有空没空 这样 这路怎么走 不走 路怎么走 懂得很多 就没有自己的方向 你有方向感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 就会知道 所以我发觉 有时候 那懂多了 又心思复杂 懂多了哪一派讲 所以我现在讲摄大圣论 我说 从一开始 我们今天我讲摄大圣论 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 印度某一位论师说的 我说 就当作菩萨说的 毫无保留的 接受它 那时候万一错 也轮不到你评论 他的错你还看不到 像现在就是安慰系统 复法系统 我说 我没有那多细 我就一条细到底 你说 那这样有中间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我说 差点不够的 像你这样颠倒 差点不够的 像我说 那这样不是浪费一小时 我说你浪费 无量解还一小时 你要不要大方向不计较 经常在小地方挂 那根本是浪费事件 我像我说 我们应该好好用功 你也不会这么让在乎 你找解脱去了 你不要干扰我 我们要好好用功 真的还是假的 你真的要用功 可以 我就守住你 让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好好修 到最后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还是你 苦不够啊 定力不够啊 各方面不居住啊 只路者随款好转而已啊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今天谈这个东西 就把它当作圣教 一开始就像过去大德 一开始就先赞叹 恭敬 恭养什么 论主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这个 是哪一系的 他这个说法 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对 你要参考哪边 你一开始就用这种学习 你怎么得啊 是 你现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拿掉 不必要以极为恭敬清净之心啊 闻法 然后一味的要把他拿来实践的心态来学 这样才有用啊 我这个学 我发现学得越多越倒霉 越这样重了才去学那么多 这不是长青多闻吗 你没有弄错态度 你没有用对态度 你就能不能插开 我这个话 你多闻 你看 在经典里面讲多闻 后头还会再谈 多闻都是什么 依教奉行的 那才叫多闻圣弟子 它绝对不是闻字的 就是说 我今天 这个闻都是依与法 法跟心相应的 你跟我讲 多的一面自我观察的角度 所有的经典都提供你很多自我观察的角度 而不是拿来说我拥有它 不是 它是智慧 安地解义 安住这种地理解其道理啊 虽困不血啊 这里面他这个在后头的那个 披育护士里面 我这个护育护士里面啊 就讲到 有两个人要去见我嘛 那要见我的时候 那你就 因为一到水嘛 那水有一个就是觉得说 我要不喝水 那我就见不到火 就没办法休息 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戒为重 所以我灵验死 我灵验死 我也不因为要见火 所以照这样 就把喝水伤了中 结果那个就喝了水 当然能活 那不喝水就死了 结果死了那个又变成天人 比他还更早到 到佛那面前 结果那个去的时候 他说你才来 他到了 那他说你虽见我行啊 他讲说如观我行 不奉我戒 就是你观我的行 但不奉我戒 虽云见我 我不见如也 你虽然看到我 但我没看到你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 有人说要医子 医子什么 有的人医子从来都不问法 我说这样的话 不然你出点钱 然后干什么 可可我的相 有空带回去拜 反正你只负责要一个相 要一个相 你就带回去拜 那这样你也轻松 你也不用一直活在我旁边 反正你跟法也无关 是不是 在乎的那种形象 就是说 你不能依我所教的学 的话就有语语 是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 图具形象的学 不能将你的法融入 你看佛陀有没有那种诗心说 你会得以我为尊为众 不是啊 他要你依法 他要你依法 他就是说 你虽云见我 我不见如也 你看 他说安地结义 虽困不邪 就算我在苦 在困境里面 我为什么不邪 我们如果从佛法里面来讲 功德在何处 解脱的原则在哪里 我们是义佛之法而得解脱 而不是义佛的形象 佛的形象 所以我们之前阿含经 那个 有人临终病苦的时候 那佛陀去见他 佛陀见他 不是给他加持啊 佛陀跟他讲说 你知道苦从那里来吗 你讲完了以后他在正国 不是向我们来 就给他安慰 你放心 我一定保佑你的 你注意闭上眼睛 我给你加持 待会就不痛 我们从没看到佛做这种事情 那个痛归痛 他告诉你怎么观察 然后比丘正我 临终正我 这才是学活的人本分 他我们所期待的就是说 哎呀我修了老半天都没有加持感应 我本来就是用苦感应你的 你本来要减苦我才不给你钱 你不是一直加持要我让你开智慧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那你又这样说 你又要我让你开智慧 又要不要苦 那我就用这种事情 我就是要你从习苦习信啊 从学习苦当中看到了佛法的信心 看到佛法的真实内容 他是用这种角度的 那我们现在的期待都是一种希望能感应 那我一直感应 可能让你对世间的无常苦看不到啊 虽满足你一直的愿 但终究害了你啊 那佛教为什么有时候会感应 如果是我该感应的我就感应你 因为我发觉这时候必须以此为接替我就感应 可是这时候该磨练你的时候 我就把你这个东西拿掉 假如我是真善之士 而不是说一味着顺着你现在的需求 假如我现在中毒 我吸毒 希望你慈悲给我一些毒药让我吸 你会给它吗 本来五蕴执着就是众生轮回的根源 我会让你不断在五蕴里面得到安依靠住吗 让你说我缺色你给我色 我的瘦不安稳 我的苦瘦没有 请你给我热瘦 那我给你更多这种热瘦 你不是相信瘦为友吗 那和我当初要护佑你的 要让你解脱的不是互相背离的吗 我就是要让你能知道五蕴皆空是虚谬无常 我才让你知道 你看你观色你感不尽 观诸寿是苦 连热寿也是苦 你才能总得起来吗 假如我里外一致的话 我当然是一定以我真实道理引导你解脱吗 我怎么会弄到最后误导你 给你一切安稳 反而对世间多说意恋 他们不是如此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你们 来给你 有一天 不要浅 快点 我还有呢 不要浅 继续 好 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